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手 作别西天 咋西天都出来了 这也不是情书吧 你那美丽的大眼睛 大眼睛 大眼睛 辩 辩子 丑又长辩子 辩子 辩子 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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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辩子 辩 辩 我一按 辩 余奸凯 余奸凯 你来干吗 找你有点事 借钱我可没有 我们家我不管账 都是我媳妇说了算 不找你借钱 不借钱就行 你说 常理姐写情书这事 是不是你捅出去的 你也知道了 是不是没想到 我告诉你 这情书是我让她写的 给我写的 不会吧 咋不会啊 他们两口子现在已经和解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你小子要再敢胡说八道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听明白了吗 嗯 甭啥 不许说话呀 明白了 谁明白了 我明白了 能不能乱肚子里 乱肚子里 谁乱肚子里 我乱肚子里 他写的 他写的 余静海 哎 油都糊了 哦 哎 对了 嗯 张力姐跟他老婆咋样了 嗯 没咋样 挺好的 嗯 赵彩霞没吃醋 没有 不应该呀 这么大的事 赵彩霞一点反应也没有 媳妇 我现在在村委会上班 那在村里头也是有一号的 你作为我的媳妇呢 得加强学习 别整天扯老婆舌头 说得跟真事似的 常理姐写情书这事 你没跟任何人说吧 哎呀 我还没顾上说呢 明天 我到饭店 我都给他嚷嚷开了 你可千万别嚷嚷 推 以后这事不许再提了 这事要是捅着去 咱家可就不得安生了 为啥 常理姐其实是代笔 她是受人指使的 谁呀 是 反正这人咱惹不起 劲儿行吗 到底谁呀 是我祖宗 祖宗 嗯 哎 站住 我呀 对 就是你 有事啊 我听张梅潘说 你正在跟李二姐出对象 所以想跟你聊聊 你是 我是她大表哥 哎呦 原来是表哥呀 嗯 你觉得我们家二姐怎么样啊 挺好的 她觉得你咋样啊 她对我也不错 我们俩挺投缘的 她以前结过婚你知道吗 我知道 可我不在乎 表哥 您还有事吗 你帮我把这个给她 哎哎 好 对我们家二姐好点儿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就是拼命也跟你没完 瞅人这棵树了吗 这就是你下场 表 表哥 您放心 我对二姐 绝对摆一摆顺 只有她欺负我的份儿 我绝会欺负她 去吧 哎 哎 表哥 那我走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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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哎 哎 谢谢谢谢 哎 哎 对了 我来的时候 看见你大表哥了 他那样子看上去可真凶 大表哥 哦 我没有表哥呀 哎 哎 不可能啊 这 就 就刚才我还跟他说话了呢 他长啥呀 他 小眼睛 留着胡子 头发短短的 小眼睛 哎 对了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 哎 哎 就你表哥那模样 我敢肯定 在你们村 肯定没人敢惹他 他跟你说啥了 哎 他就说 让我别欺负你 他说我要敢欺负你 他 他就跟我拼命 他人呢 他 应该走了吧 来 回去吧 你说呀 呀 滒葱 哎呀 淼哥 又来进货来了 啥 不 不 那个 今天设点啥呀 我欠你的账你都记着呢吗 记着呢 咋来了 帮我查查 我是来换你钱的 苗哥 你跟我开玩笑呢 哪那么多废话呀 赶紧的 苗哥 七百四十七块六毛九 多少 七百四 那个 零头不要了 能还多少就还多少 拿着我落筹 苗哥 我拿着 给你瞅发 啥意思呀 苗哥 我这仗记得可都没毛病啊 你看行 你千万可别给撕了 不是 苗哥 你这是干啥呀 你说你不还仗 扔手 这是八百 甭找了 你这个 终于见着回头前了 真假的 杜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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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婧 苗哥 你咋来了 婶呢 上班去了 找到有事啊 没啥事 这个拿着 这是干啥 拿着 你啥意思啊 我在你们家鸭场上班的时候 连偷带卖整死了不少只鸭子 这是赔给你们家的钱 算了 自己留着吧 拿着 我苗大帝不想欠任何人的债 太阳打西班出来了 我叫你 和人杜婶 臭啥呢 啥也没臭 是 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